大无语事件 我朋友跟男生对了之后 居然被拉黑了 为了避免说我的粉丝也发生这种事情 恋爱小天才李女士 最像几个简单实用又合情合理的 约会递杀机 保证手到前来 第一个去远的地方 最好去那种开车要半个小时的 一来一回这一个小时 都是直属于你们的亲密时光 想怎么撩他 你说了算 如果他去自己开车的话呢 还可以借车品去观察一下他的人品 第二个 时番的时候要显光线均匀的地方 火锅店烤肉店 通通拉入黑名单 那个呢 好家伙 都是顶光你们知道吗 吃饭两个小时 会导致他以后每次想起你呢 都是这张脸 然后呢 不要吃汉堡 烤鸭 小龙虾 你张大嘴巴的时候呢 真的好不优雅 姐妹们 干饭真的是不如好像跟帅哥谈恋爱约会 珍惜哦 第三 出门前呢 你就问他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然后就挑跟他同色系的上衣裤子啊 外套啊 四胜五乳 就是情女争 第四 我同事亲情贡献的一个小技巧 百事百灵 贴房窥屏幕 就约会的时候 你给对方分享一下视频 就不要去傻傻的发那个什么链接 两个人凑在一起 接着小小的屏幕 亲密的身体接触 不想吗 我是先看那个心动信号 男嘉宾问女嘉宾时间 男嘉宾是直接凑过去给他看手表 遇到不喜欢的无情暴食鸟而已 我知道你们看完肯定因为说 啊 男人在哪里 我觉得是男人 下期教你们呢 去哪里认识小哥哥 那是一句 那就是 有红月之灵有的 也讆性的